大家好,我是尹华 非常高兴在这里与您分享更多的有关期权交易的知识 谈到期权交易 许多刚开始交易期权的投资者 可能会对如何选择执行价格和到期日感到不知所措 在本次的课程中 我们将学习一些在选择执行价格和到期日时会用到的术语 然后我们将讨论专业期权投资者 是如何根据不同的期权策略 选择执行价格和到期日的 和往常一样 在开始之前 我想先告诉您 在本次的课程中 我们与您讨论的信息 以及向您展示的所有插图 都仅用于教育目的 通过本次的课程讲解 我们想确保您在开始期权交易之前 能够了解相关的风险 期权的风险指标 通常用希腊字母来表示 就让我们从讲解这些希腊字母开始吧 首先 Delta值 又叫做对冲值 是指衡量相关资产的价格变动时 期权价格的变化幅度 用公式表示 Delta等于期权价格变化 除以相关资产的价格变化 对于看涨期权 该值的范围是0到1 对于看跌期权 该值的范围是-1到0 这是我们在做分析时使用的 但是在日常表述中 我们会将这个数值乘上100 比如在表述Delta等于0.50 我们会直接说对冲值为50 在之后的例子中 我们将会使用这种表述方式 第二 γ值 反映相关资产价格的变动 对Delta值的影响程度 用公式表示 γ等于Delta变化量 除以相关资产的变动量 γ有助于预测相关资产的价格变动 数值越高 风险越大 第三 θ值 衡量期权价格对时间变化的敏感度 并以负数表示 θ风险就是代表因时间耗损 Time Decay所带来的风险 随着期权到7日的临近 期权的时间耗损会加快 第四 VEGA值 衡量期权价格对相关资产价格波动率的敏感程度 由于股票价格在某一时刻 达到执行价格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波动性越高 期权的价格就越高 那么为什么选择正确的到7日和执行价格对期权交易如此重要呢 许多投资者运用他们从股票交易中学到的经验 即低买高卖 这也同样适用于期权交易 但要以合理的方式运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这些风险指标 帮助我们在买卖期权时选择正确的执行价格和到期日 买入期权 购买期权时 选择有效期较长的期权比较合理 因为您不仅要考虑时间耗损周期 还要考虑每天的时间耗损率 时间耗损对期权购买者是不利的 因为当他们持有期权时 时间耗损会侵蚀期权的价值 因此您应该关注的是 当您持有期权时 它每天的时间耗损是多少 该期权的价值下降是相对较快 还是相对较慢 当购买期权时 您会希望选择期权价值耗损相对缓慢的期权 相较于短期的期权 有效期长的期权可能是您更好的选择 因为它每天的耗损相对较少 所以有效期大概60天 或者更长时间的期权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当然 这还是取决于您对相关资产前进的看法 根据您选择的执行价格 有些期权的时间耗损比较快 有些期权的时间耗损比较慢 因此 您需要查看对冲值 Delta 它提供了期权在到期时溢价的概率 以及期权对相关股票价格变动的敏感度 作为期权买家 高敏感度对您来说是有益的 因为当股票朝着您预期的方向发展时 您就能从中获利 所以当您买入期权时 您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平价的期权 当然 您也可以根据您对相关股票的看法 做出不同的选择 卖出期权 相反 在卖出期权时 您要反其道而行之 可以选择有效期更短的期权 这样期权的时间耗损会比较快 因此 如果您要出售期权 比如持保看涨期权 Covered Call 现金担保看跌期权 Cash Secured Put 或信用价差 Credit Spread等期权 您应该选择有效期相对较短 大概30天左右的期权 期权卖方的收益 仅限于收到的期权权利金 然而 如果股票的走势与预期相反 那么风险可能是无限大的 所以 您要选择一个对冲值较低的执行价格 因为期权对相关股票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越低 对您越有利 然而 许多期权投资者 倾向于购买有效期较长的期权 因为这样 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期权权利金 但是 我们知道 有效期长的期权的时间耗损很慢 所以 对于期权卖方来说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对冲值越低 敏感度越低 获利的概率就越高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专业的投资者 倾向于卖出受相关股票价格变化影响 较小的实价期权 除此以外 您还需要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 期权盈利的概率 盈利的概率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股票以后可能大概会在什么价位 或者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 这是根据期权的银行波动率计算得出的 通过它 我们可以了解到期权策略的潜在的风险和回报 以及可能出现的最好和最坏的情况 这是了解期权策略潜在收益的关键 它可以帮助您选择出更适合的执行价格 第二 期权到期无价值的概率 对于卖出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 持保看涨期权 以及一些更复杂的期权策略 比如信用价差 卖出跨市 和溢价跨市的策略来说 到期无价值的概率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期权投资者需要了解 一旦期权被要求履约 可能出现的回报和风险是什么 期权投资者需要关注这两种概率 尤其是对于期权买家来说 期权到期时无价值的概率非常重要 因为您被要求履约的概率 就等于1减去到期无价值的概率 我们都想用尽可能少的资金来投资 但通常 最便宜的期权 盈利的可能性最小 您不能指望几加币的投资 就能带来非常大的回报 当您买入一个便宜的实价期权时 它有很大的概率 会让您损失全部已支付的期权权利金 相反 如果您购买了一个价格较高的溢价 或平价期权 您盈利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但回报可能不多 这就是您在交易期权时 要做出的权衡 并不是说 您不应该购买实价期权 而是如果您要买 请确保您了解购买的期权 以及您所使用的期权策略成功的概率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专业期权投资者 是如何针对不同的期权策略 来选择有效期和执行价格的 第一 买入看涨或看跌期权 有效期60天 执行价格是对冲值为50到60的平价期权 我们从买入看涨和看跌期权 这种常见的策略开始 这些策略最大风险是已经支付的期权权利金 因此 许多投资者对这些期权策略感兴趣 当股价上涨时 看涨期权可以有无限大的回报 如果股价下跌至零 看跌期权也可以有非常丰厚的回报 与直接交易股票的风险相比 这种策略的风险相对较小 虽然买入实价的看涨或看跌期权 似乎非常有吸引力 因为它们非常便宜 但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 它们盈利的可能性非常低 您最好买入一个略微平价的看涨或看跌期权 这类期权的对冲值通常是50-60 这意味着该期权在到期时 大概有50%-60%的概率会处于溢价 请注意 不要将溢价与溢价概率混为一谈 因为后者是指股票在到期时 高于看涨期权执行价格 或低于看跌期权执行价格的概率 您最好选择有效期有至少60天的期权 因为这样每天的时间耗损相对较小 您在60天中持有该期权30天 与您购买30天有效期的期权 并持有至到期相比 您因时间耗损而损失的期权权利金相对较少 溢价期权意味着它有一定的内在价值 因为期权的价值是由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组成的 只有期权的时间价值会衰减 内在价值是不会的 所以这是您减少时间耗损的方法之一 同时也可以减少购买期权的不利影响 第二 出售持保看涨期权 有效期45天 执行价格是对冲值为10到20的实价期权 持保看涨期权也是初学者最喜欢的策略之一 因为它是唯一不会给投资组合增加额外风险的策略 它实际上降低了风险 通过出售持保看涨期权 您可以得到与出售无担保看涨期权相同的结果 而无需承担额外的风险 您可以持有一个空投期权直至到期 在这个过程中您可以学到很多 因为它让您了解期权的价值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股价的上涨或下跌而波动的 因此 您可以从选择有效期为45天的期权开始 因为短期期权会加速时间耗损 许多投资者会卖出非常接近当前价格的持保看涨期权 因为它能产生最多的期权权利金 持保看涨期权确实是一种创收策略 但与您承担的风险相比 它的收益部分实际上是相对较小的 由于您可能会被要求履约而卖出您的股票 所以您应该要优先考虑相关股票的上涨空间 而不是您能获得的收入 说到这里 您可以考虑卖出一个对冲值为10到20的 实价较多的看涨期权 这使得您的股票在被要求履约之前 有相当大的上涨空间 作为交换 您获得的收入较少 但您可以收获的潜在的资本增长 将比实价较多的看涨期权 带来的收入稍微多一些 第三 卖出无担保看跌期权 Naked Put 有效期45天 执行价格是对冲值为40的实价期权 卖出无担保看跌期权 或者现金担保看跌期权 Cash Secured Put 从您需要履行的义务方面来说 和直接用限价单购买股票是相似的 区别是 卖出看跌期权 您需要以100股为单位来交易 而用限价单 您可以交易任意数量的股票 因此 当您卖出一个无担保看跌期权合约 您需要履行的义务 是和您用限价单购买100股股票是类似的 但是 您能从卖出的看跌期权合约中 收取期权权利金 如果看跌期权到期时一文不值 那么您就可以保留您的期权权利金 如果股票下跌 而且超过了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 那么您就能以执行价格买入盖股票 很多人认为 卖出看跌期权拿到的那点期权权利金 和它的风险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然而和直接购买股票相比 卖出看跌期权的风险 实际上会更低一些 和持保看涨期权 Coward Call一样 卖出有效期是30到40天的看跌期权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您打算拥有这个股票 那么您要卖出执行价格 与当前交易价格相近 最充值大概是40的看跌期权 这样您就可以收到更多的期权权利金 可以用来抵消您买股票的部分成本 如果您不打算拥有这个股票 那么您就要卖出实价较多 但对冲值和期权权利金较低的期权 第四 买入借贷垂直价差 Debit Vertical Spreads 有效期60天 执行价格是买入对冲值50到60的溢价期权 卖出对冲值20的实价期权 借贷价差 Debit Spreads 和借贷垂直价差 Debit Vertical Spreads 能让我们以最小的风险参与市场的变化 基本上来说 我们买入看涨或者看跌期权 然后卖出看涨或者看跌期权 来抵消买入期权的成本 这样可以在拥有风险回报率的同时 降低交易的整体风险 只要股票不出现大幅波动 维持在我们预期的范围之内 风险回报率就会相对较好 因为是期权交易 我们尽量减少时间耗损 所以通常会选择大概还有60天到期的期权 至于执行价格 我们把所学到的有关期权买卖的知识 结合到一个策略中 根据您对市场走势的判断 购买一个对冲值大概50到60 略微溢价的看涨或看跌期权 然后我们将卖出一个对冲值为20左右的 实价看涨期权 用它来抵消我们在买入看涨和看跌期权上 支付的期权权利金 这通常会抵消大概15%到20%的期权权利金 买入看涨或者看跌期权的风险是可控的 也就是您支付的期权权利金 当您使用借贷价差时 如果您选择对冲值是20的看涨 或者看跌期权 那么您就可以降低10%到20%的潜在风险 通过降低风险 如果交易朝着您预期的方向发展 有可能可以给您带来更大的回报 即使交易的方向与您的预期相反 您也知道您要面对的风险有多大 第五 卖出信用垂直价差 Credit vertical spread 有效期45天 执行价格是卖出对冲值为50的平价期权 买入对冲值为20的实价期权 股票价格可以上涨 下跌 或者横向发展 当您卖出无担保看涨期权 Naked Cost 或者是无担保看跌期权 Naked Pulse之后 如果市场走势和您的预期相反 那您的损失可能是无限的 所以您可能会想利用信用垂直价差来帮您控制风险 当我们在信用垂直价差中卖出看涨或看跌期权时 我们想把重点放在距离到期日45天左右 对冲值50的短期期权 然后买入对冲值大概20-25的实价的看涨或看跌期权 例如 股票交易价格为80加币 您可以以5加币卖出80加币的6月看涨期权 然后以2加币买入90加币的6月看涨期权 总体净收益为3加币 所以我们是通过买入实价的看涨或者看跌期权 来降低我们的风险 以防市场走势和我们的预期相反 借贷垂直价差debit vertical spreads 和信用垂直价差credit vertical spreads 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但在如何减少您在整个投资策略的风险方面 是非常相似的 第六 买入日历价差calendar spreads和对角价差diagonal spreads 有效期 买入有效期60天的期权 卖出有效期30天的期权 执行价格 买入对冲值50的平价期权 卖出对冲值20的实价期权 当您交易借贷或者信用价差时 卖出和买入的期权的到期日是相同的 如果是执行价格相同 但是到期日不同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历价差 如果是执行价格和到期日都不相同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对角价差 日历价差calendar spreads 日历价差也叫做时间价差 time spreads 是卖出和买入执行价格相同的看涨期权 或者卖出和买入执行价格相同的看跌期权 但是有效期不同 比如说您买入一个有效期是60天的期权 然后卖出一个有效期是30天的期权 这样您买入的期权就有较少的时间耗损 而卖出的期权就有较高的时间耗损 对角价差 diagonal spreads 对角价差有着不同的到期日和不同的执行价格 这个策略和持保看涨期权类似 因为您需要买入一个有效期较长的平价期权 然后卖出一个有效期较短的实价期权 比如说 您买入了一个7月到期的执行价格是85加币的看涨期权 然后卖出一个6月到期的执行价格是90加币的看涨期权 通过卖出有效期较短的实价看涨或看跌期权 可以抵消您买入的有效期较长的看涨或者看跌期权的成本 基本上您可以通过卖出有效期短的期权来为长期的看涨或者看跌期权提供资金 您也可以买入一年的期权 然后针对它卖出月度期权 这就像您可以针对您拥有的基础股票来卖出持保看涨期权是一个道理 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不同的期权策略 以及如何使用这些策略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如何管理这些交易 您可以有两个选择 期权的滚动交易或者退出交易 期权的滚动交易 rolling options 期权滚动交易是指构造组合策略后 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 通过不断调整期权头寸 使交易连续反复进行下去的一种交易形式 所以当您卖出一个期权 无论您的策略是什么 您需要关注的是 您的期权临近到期时是不是溢价 如果您卖出的期权是实价的 那么您就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如果期权是溢价的 那么就会有被要求履约的风险 通常来说 如果您卖出的期权 在临近到期日的前两到三周的时候是溢价的 那么您就要考虑期权的滚动交易了 把之前卖出的期权平仓 再重新卖出一个实价的看涨或者看跌期权 如果你买入的期权 在过去两到三周内是溢价的 您也可以考虑期权的滚动交易 买入一个平价的期权 这样您就能够有净收益 它意味着您能从中获得一些利润 或者能够抵消您买入看涨或者看跌期权 所承担的一部分风险 同时还能继续参与到市场当中 虽然提前履约的情况比较少见 但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通常情况下提前履约会发生在期权到期前的最后几天 如果您不想这种情况发生 您可以在到期前两到三周将卖出的溢价期权平仓 如果您被要求提前履约了也不要惊慌 您可以直接把股票平仓以减少相关风险 退出交易 在您正式开始期权交易之前 您应该建立一个退出计划 就是应该什么时候退出交易 这个计划应该是以具体的金额 或者盈亏的百分比为基础的 因此您需要了解您要使用的期权策略 确保您给自己设置一个提醒 帮助您决定什么时候该进入和退出交易 比如说您可以在进入交易之前 先设立一个心理的预期价格 有了一个合理的退出计划 可以减少情绪对您的影响 会更容易做出一个理智的决定 因为您清楚地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退出 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视频讲座的内容 当您买入期权的时候 您希望买入一个对冲值较高的 有效期长的平价的期权 这样的期权时间耗损是最低的 当您卖出期权的时候 您希望卖出一个对冲值较低的 有效期短的实价的期权 这样的期权时间耗损是最高的 通常买入的期权的有效期较长 卖出的期权的有效期较短 如果您要做期权的滚动交易或者平仓 那么最好是在期权到期前两到三周内完成 期权的滚动交易 是您想要交易连续反复地进行下去 不然您就可以选择直接平仓 需要强调的是 在本次课程中 所有的信息都不是投资建议 仅供参考 在您正式开始使用这些期权策略之前 您需要确保您完全了解这个策略 会给您带来的风险 如果您还有其他任何问题 欢迎联系到民资管投资 我们的中文电话是 1-800-838-3223 工作时间是东部时间 早上7点至晚上8点 我们的期权投资代表会非常乐意地帮助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